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两母体平均数差的一个信赖区间的求法 那么在这个部分我们介绍的是相依母体的状况 什么叫做相依母体呢 相依母体的意思就是说 它有别于独立的母体 相依的母体我们举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钱 一个后 那么基本上来说 它的N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是考试前的分数 就是练习前的分数 以及练习后的分数 我们想要去做一个比较 或者是我们想要试一试 我们一个减肥效果的一个状况的话呢 是减肥前的重量跟减肥后的重量 想要去做一个比较 那么相依 这个也就是所谓成对的这个样本的处理 基本上来说我们就直接计算它的差 每一对都把它算出它的差 它就会变成了一个变数了 所以像这种所谓的相依的这个样本 不是两个母体 其实我们把它视为一个母体来做 那么我们现在要算的是 如果说要算信赖区间或者是假设检定都一样 我们来把这个统计量跟各位同学介绍 A跟B都是大样本 大样本来说的话呢 母体变异数已知这个无庸置疑的 直接就把它利用Z分配 这是一个随机变数 这两个相减 前减后 这是μ 这是两个X的一个 这是两个X的一个叫做母体变异数 那么大样本 变异数未知呢 未知也没关系 如果未知 我们就把它改用S来取代 那么因为它是大样本 所以我们仍然使用的是Z 用Z 再过来的话 小样本就比较麻烦了 小样本 假设母体是常态 那么变异数已知 那没问题 我们仍然使用 因为变异数是已知 是常态 那当然还是用Z 跟我们的左边的一样 现在问题是 又是小样本 又是变异数未知 我们要用S来取代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用T值来修正 就是T 这个地方用SD的话呢 我们要用T来取代 这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一个立体 那这个地方 我们在立体之前 我们现在把这个信赖区间 把它列出来 大样本或小样本 母体的常态的变异数 假设已知 这个我们综合起来来说 它是都用Z 所以这个地方是 左边 这叫做下限 右边是上限 左边是减的 都用Z 这是D bar 就所谓的 它的每一个数字 每一个成对的这个X 的平均数 这个是我们的 X的Z的表 这是相差的 每一对的这个X的变异数 这个我们假设到 已经已知了 那么就直接这样做 其实基本上来说 这个信赖区间 很少是这个已知了 大部分都是未知 那么大样本 母体变异数未知 那么没问题 这边Sigma改成S 一样的题目 只把它这个Sigma 用S来取代 这是我们的样本 样本的取代母体的 那么假设变异数未知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要知道 小样本 那就用T值 这个地方Z 就不再查Z表了 要用T表来做 那么一样 D bar减掉 T二分之α 这个地方 T值会稍微 大一点 也就是说 我们的信赖区间 就没有办法 这么样的集中 它可能就会比较模糊 这是小样本的 比较吃亏的地方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相依母体的信赖区间的题目 这个地方来说 像这种提醒 出展了一个减肥药 有六人进行疗程 X1跟X2 这是同一组 这是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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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前 这是后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个地方 X1跟X2 它并不是独立的 它是相依的情况 那么我们要用相依母体的方法来做 首先我们算它的X 这第一就是所谓的Difference 85-81是4 93-86是7 好 我们全部算出了它的X了之后 那么我们总和这是多少呢 36 那么D平方我们顺便算一下 总和也算一下 好 那现在我们来进行的是信赖区间 95%的信赖区间 那么既然这是一个小样本 那么变异数不知道 那当然要用T值来去做修正 那么我们看一看 Dbar是多少 是6 这是36除以6 它的平均数 这是样本平均数 是6 那么现在下一步 我们要算的是 样本的标准差 样本的标准差怎么算 底下是N-1 没有问题 是自由度 那么现在是每一个 4要减掉6的平方 再来7减掉6的平方 那我们现在告诉各位同学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 这个把它拆开来 D平方减掉2 Sigma D Dbar 加上Sigma Dbar的平方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 如果说我再去除以一个N 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了 也是Dbar 但是的话呢 我们这边要补一下 来我们继续写下去 这个地方是减掉两个 这边减掉一个 这边也是要多一个N 因为Sigma拿掉 它有N个Dbar的平方 现在这就是我们的标准差的公式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带进去 本题的N是6组 D平方的总和是多少呢 258 后面这个N是几 是6 Dbar是几 也是6 那么我们再做的是一个平方了 这所以是Dbar的平方是36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2.83 这个算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写出了 它的信赖区间了 信赖区间的话呢 怎么做呢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T表也要注意 这个地方有几个 几个值呢 6个值 那么自由度是几 自由度值是有5了 那么就是在这一条上面 来我们画出来 95% 那么我们要用的是 0.025 这个值 2.571 来我们圈起来 有了 这个叫做SD 有了这个T二分之α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写出了 它的信赖区间的下限了呢 信赖区间的下限是多少呢 来我们算一算 信赖区间下限 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6 原来的话呢 这是D bar 6 减掉 T二分之α 乘上SD 这个我们计算出来的结果是 负的1.28 再过来呢 上限 上限跟这个公式是一样的 只是差别差在 它是向右走 所以是加的 好 加的以后 那这边照样写 6加上这个的值 那这边是13.28 所以我们的这个 疗程之后的结果的话呢 经过了这个两个母体的差 各位同学 我们信赖区间在哪里呢 在 负的1.28 到13.28 这就是我们的95%的信赖区间 那么也提醒各位同学 假设这个题目 问的是另外一个问法 资料都一样 那么这个是95%的信赖区间 他说 以0.05为显著水准 减定这个前后 有没有显著的差异 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个减肥药 有没有显著的效果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信赖区间 横跨负的跟正的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 它的差异明不明显呢 如果差异明显 它不应该要包含0 0代表的是 你前后相等 所以结论显不显著呢 它是不显著的 既然不显著 那么这个减肥药 我们看不出 它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是这样的 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相依母体 也就是成对样本的 这个信赖区间 那么做法的话呢 其实 我们从后到尾 都没有把这个题目 当作是两个母体 双母体来做 我们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单一的样本来处理 就是每一组都是两个的差 然后以单一母体的来做 就可以了 那么提醒同学 已知的情况 当然 Z分配没有问题 要不就是大样本 如果说是 未知 那么我们又用SD取代的话呢 像这种情况 是小样本的情况 我们要用谁来修正呢 梯子来修正 那这个部分来说 我们看起来很困难 它其实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 我这叫做 加快 官 我们 对 这是